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股市的反弹是否正在侵蚀印度的股市 最近中国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的货币刺激计划 导致中国的CSI300指数上涨了约25% 而印度的NIFTY50指数却出现了超过3.5%的下跌 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游戏 我们将探讨这两个国家股市之间的因果关系 以及这种情况是否将在未来发生逆转 专家们担心印度市场的脆弱性并开始下调对其的评级 而在背后,强劲的经济增长和韧性的投资者基础 依然是印度市场的重要支撑 在另一个热点话题中 特朗普媒体的股价在最近几天出现了100%的惊人涨幅 这是否意味着政治与经济的交织将再次改变市场格局 同时,我们也将关注到美国成年人ADHD的研究数据 这一现象对社会和医疗体系的影响不容小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华尔街股市 我是您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 最近在全球股市上演的戏剧性变动 这些变动不仅影响到中国和印度两国的市场表现 更折射出全球投资界的复杂动态 首先,CNBC的印度内幕通讯详细分析了中国和印度股市最近的表现 在中国,政府在疫情后推出了史上最强的货币刺激政策 尤其针对疲软的房地产市场进行支持 这一政策迅速吸引了投资者的注意 推动中国的CSI300指数上涨了约25% 与此同时,印度的NIFT50指数却在这段时间下跌超过3.5% 对于这两个市场的表现 投资界开始思考中国的利益是否建立在印度市场的损失之上 至少在短期内,似乎有迹象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花旗策略师指出 当中国市场出现资金流出时 印度市场的资金流入往往相对增加 这样的资金转移可能意味着 投资者正在调整其投资组合 从而在中国市场的低配头寸中获利 并对印度市场进行抛售 伯恩斯坦的Rupert Agarwal 则进一步下调了印度市场的评级 强调其短期内的脆弱性 业内人士对中国未来的刺激措施持谨慎态度 尽管当前政策已经推高了股价 摩根大通的David A.Sarkov警告说 如果中国的经济基础仍然疲软 这种反弹可能会遭遇 威尔,亦科约特时克 股价会因为缺乏实际经济支撑而回落 相反,摩根士丹利的分析表明 如果没有更多政策干预 中国市场可能会在短期内保持震荡 然而,印度市场并非完全处于劣势 印度的经济基本面依然强劲 尤其是国内投资者的韧性 使得印度股市总体保持稳定 摩根士丹利的Jonathan Garner指出 印度的高GDP增长和盈利增长 以及人口结构带动的股票需求 都是有利因素 此外,即便市场短期下跌 许多投资者和分析师 仍然对印度市场持建设性看法 认为任何市场调整 都可能是买入的机会 与此同时,关于中国的投资风险和机遇 我们不得不考虑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 尽管中国的刺激政策 暂时提振了市场情绪 但长期来看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路径各有不同 印度的经济增长不仅依赖于传统领域 还包括科技、制造业等新兴行业的发展 特别是在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上 印度计划在未来十年内投入1万亿美元 由此可见 印度的增长战略具有长远眼光 目标明确 近期,印度的外汇储备也达到了历史新高 这为其经济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即便面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印度市场的增长 依然可以通过其内部驱动因素得到支撑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印度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角色正在迅速崛起 富士康董事长刘洋伟在近期表示 虽然印度的供应链建设仍在初期 但未来几年将有显著增长 这表明印度正努力在全球制造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这种努力也可能改变其经济的基本面 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看 股市的表现不仅仅是数字的游戏 更是反映了全球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形势的预期 随着中国和印度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不断演变 投资者需要更加谨慎地评估其投资策略 接下来我们还将关注其他重要的市场动态 例如美国和英国的通胀报告 这些数据将对全球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同时印度新兴企业如Garuda Construction and Engineering即将上市 也将为投资者提供新的投资机会 总结来说 无论是中国的政策调整 还是印度的经济韧性 这些因素都在塑造未来的市场格局 投资者在评估其投资组合时 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动态 并关注全球经济的变化 感谢您收看华尔街股市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看看中国股市反弹 印度股市下跌 这不就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吗 资本是逐利的 谁加政策给力 谁就吸引资金 中国此次可是出手不凡 这些投资者看到中国的激进刺激政策 当然得抓紧机会啊 哎呀 楚天书 你这话可有事偏颇 人家印度股市可不是说跌就跌的 强劲的经济增长和韧性的国内投资者基础 可不是说没就没的 中国股市反弹只是短期效应 印度的长期增长潜力依然强劲啊 哈哈 谢琪琪 你这分明是给印度打气吗 我是说 短期内中国的刺激措施 确实吸引了不少目光 不过你说的对 长期来看 印度凭借其人口红利和创新潜力还是有得一拼呢 嗨 楚天书 你也说了 短期效应 我们都知道市场就是这样 要看得长远些 中国这次是靠政策打出一番天地 而印度的基本面可是一直在那里呢 那么说来 短期效应也不能小看 中国经济一旦回暖 这些资金不可能不考虑回流的问题 或许这就像是印度市场的一次集体深呼吸 为接下来的反弹做准备呢 哈哈 楚天书 看来我们都同意 市场是变幻莫测的 中国和印度都有各自的优势和挑战 最终还得看谁先解决好自身的问题 也许下次再见面 我们就能为印度的反弹举杯了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之后 等 lemon 转发